歡迎收看 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你們的殿堂 老娘 這是我在說你 有些事我真的要提醒你一下 怎麼樣 上飛機啊 坐飛機有常在坐吧 是 對不對 那上飛機的時候呢 我覺得有一些住... 住... 那個禮儀要注意 要注意是什麼 要不然你可能登機都登不了機 對啊 我跟你講 所以你要從本身做起 比如說你從服裝儀容 你想想看我今天穿得 對不對 大家一定想說 這應該是什麼特殊人士 對不對 說不定那個空姐還會給我升等 是不是 謝謝 不要805 我做登機 幹什麼 請你尊重我的職業好不好 你不是行李員嗎 我請你我還林青霞的行李員 尊重我的職業好不好 那你職業是什麼呢 牛排要幾分熟 五分熟 沙拉要千倒醬 千倒醬嗎 對 可是五分會不會太深 不會不會五分熟OK的 那你牛排是那個蘑菇醬 還是黑胡椒夠了 幹什麼 不然你... 尊重我一下好不好 你到底是什麼職業嘛 什麼職業是不是 對啊 導播 沒有錯 我就是魔術師 導播看好了 看仔細囉 一般要變歌子了嘛 對不對 3 2 1 變 後製會做 今天要聊的是出國要注意什麼事項 什麼... 要什麼事項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們好好的要來聊一下 尤其是搭飛機 飛機上有很多禮儀 大家要來注意 是的 今天大家來參考一下 我們今天就來歡迎 工作滿檔 人氣超旺 我們空中飛人團 歡迎台灣團在聊 歡迎 好 當然我們要有請到我們的旅遊達人 我們的主侍應主大哥 還有EVA 還有EVA 謝謝 謝謝 當然還有跟 最愛跟空姐要電話 航空業界的黑名單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歡迎 出國旅遊搭飛機 是許多人最常選擇的交通工具 而今天就要教大家一些祝福 讓漫長的旅途中 也能有吃又拿又有的轉 搭飛機有時候我們覺得 這樣是沒問題 可是可能在一些空服人員 或是在別國的眼中 這是美理嗎 可能是澳客來的 對啊 首先要成為澳客 一定是有一些好康有拿過 對不對 所以要先問大家 你們曾經在飛機上有拿過 什麼樣的好處 趙哥 有很多 免費贈品 免費贈品 這麼好 因為我們常常飛內地工作 是 坦白講 你像大部分都是飛華航 或是中華航空 這兩個航空 華航 中華航 跟不同一家嗎 趙哥說是兩家 趙哥是兩家 看保神通 對不起 長榮 長榮跟華航 對不對 講錯 長榮跟華航 對 長榮跟華航 那因為我們飛去工作 大部分都是做商務艙比較多 就是製作單位的那個 給我們的福利 所以常常做 也就常常會遇到空姐會 我記得最記得有一次是 中華航空 我會上飛機的時候 結果他廣播說 那個時候 因為你一上去做的時候 他會先給你香檳啊 或是果汁啊 或是開水 來開水 看你要哪一個 那我就先喝香檳 然後我就跟空姐講說 你們剛剛廣播說 飛機還要再晚半個小時飛 他說那這樣子 我說可不可以開給我喝 他說趙先生不行 我們這個 那個 餐物櫃啊 就是那個 要起飛之後 對 要起飛之後才可以 可是我說要等半個小時 他說那你等一下 那開了以後我就滿開心 我就不吭氣了 我就開始喝 喝到飛的時候 當然飛機就全部都收了 那從 桃園機場飛到北京 差不多三個多小時 那三個多小時 沒罪喔 因為這中間 趙先生還可以嗎 要再一杯嗎 就一直在問這個事情 我也是真的沒喝醉 因為他覺得你是一個 吃醜飽的人 不是假醜飽 覺得他酒量好 我酒量好 所以就喝得滿開心的 喝到最後下飛機的時候 他還用他們那個袋子 裝了一瓶送給我 他說趙先生 因為我們今天商務艙這邊 準備了三瓶 你就喝了兩瓶 想想乾脆剩最後一瓶 就乾脆送你 你就直接帶下飛機 人家不是這個態度 人家是覺得我是個好客人 沒喝醉 因為大部分人在飛機上 有些人喝多了 會鬧事情 對 我是唯一沒有的 所以之後啊 不管是飛長榮 還是在飛滑航 三個小時 還沒開始鬧事了 可能喝還不夠 其實之後啊 在飛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會給我酒 讓我直接帶下去飛機 這樣比較起來我覺得我好單純喔 因為我不喝酒嘛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住在泰國 泰國有一種隱藏版泰行的飲料 它是 但是呢 這個東西很特別 是你有錢也買不到 然後他平常也不會在推車上面 就是要知道的客人 他就會直接跟他點 他就一定會有 然後因為他的保鮮期非常短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在這一班機 他回頭他也不可以再給客人 因為他就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你如果要買的話 還要必須在訂機票的時候 就已經 這個時候才有 所以非常非常特別 就覺得檸檬茶有什麼 可真的非常好喝 所以是太行是不是 太行 可是我有一次我就因為 我非常非常喜歡 但是我已經來不及買 我說那我可不可以用錢買 他說不行 因為這一定要事先預訂 所以我就說那可不可以 那怎麼辦 那他最後也是一樣 就拿了免稅店的袋子 然後就把他他說 沒有關係 因為到下一趟 我們也不能夠再給客人 所以這些就通通拿給你 還有隱藏版一定要 所以你要表現好 因為是好朋友好客人才有 對 那打兩個Juju的他會送你嗎 下次試試看 下次試試看 不要再侮辱我的職業了 好不好 有一次我從新加坡到台北 然後我做了新加坡 航空公司 做了business class 然後看到有 航空小姐蛋糕給客人 我覺得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問他們怎麼會 他們說有啊 如果是你的生日 你可以二十四個小時 以前跟他們說 他們就可以幫你安排一下 然後這個就 新加坡航空公司 有這種服務 還有Emirates 這個是阿聯酋的 航空 還有我覺得土耳其也有 那個蔡博文有講說 蛋糕你們有嗎 基本上這個部分 在我們國際的航空公司 比較屬於就是 我們空服員如果知道的話 我們會 maybe 調動 商務艙的小蛋糕 然後來做一下生日 或者是 度蜜月的一個歡慶 我們希望客人來搭機 都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一個回憶 其實一時到了就好了 對啊 真的拿個八吋十吋出來 大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誰會拿個八吋十吋出來 你成熟點好不好 沒有沒有 我是有一次啊 坐了Hello Kitty的那個飛機 因為那個第一個那個 做那個都超特別的 很有趣 對啊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Kitty 然後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頭啊 那個頭套啊 跟那什麼餐具 全部都是Kitty 那很特別嘛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是一個就是 因為我在前面 然後安全門那邊嘛 那就是特別會離那個空間 比較近那邊 那因為時間久了啊 就可能會就開始多聊天嗎 什麼的 然後就是在那邊聊聊聊啊 然後就會特別照顧啊 不是 坐到香港嗎 怎麼會時間那麼久 久是一個就是 你覺得久就是久 喔 自己要把握那個時間 對對對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要下飛機的時候 他就拋過來 然後就給我一袋的 全部裡面都是 就很多的那個 Hello Kitty的那種 什麼 衛生紙的 怎麼那麼好 捲筒的那種衛生紙啊 還給我那個商務場 特別有的餐具啊 Hello Kitty的那種餐具 就給我這樣子 為什麼差這麼多 餐具我也有啊 你看 餐具這裡 然後還有獅子巾 對… 還有它的餐巾 餐巾 而且撲克牌在這裡 撲克牌 連嘔吐袋我都把它拿來了 哇 他連嘔吐袋都印那一個耶 厲害 因為很可愛啊 可是他剛剛說的那個捲筒 Hello Kitty的我沒有 衛生紙 為什麼 對啊 可是這集聊完到 所以你選為止的時候 就選李空姐姐 那也是你啊 你看小楊哥去跟他聊天 他會拿一袋垃圾給他 他很有話題啊 兩個啾啾啊 對啊 應該會被拖下去啊 他也會有一袋東西拿給你 憲哥先生麻煩下機幫我丟一下 像我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飛一趟LA嘛 那時候我是 那時候 坐長廊航空的時候 我們在開始 一登 登機上面 開始放行李什麼時候 然後就看到那個空姐來的時候 就發那個 那我那時候就很 很轉說 不用不用不用 冠洗包我不需要 我根本就不想要那個東西 你從來不冠洗 也不刷牙 是因為 我之前坐俄羅斯航空 有拿過那個冠洗包 就很爛嘛 我也不覺得那個有什麼好 然後那個空姐就很客氣跟我講說 趙先生 傻傻的 他們家冠洗包在外面 都可以用賣錢耶 我當時不知道 我當時不知道 你不要給我 不是 你先聽我講完 我當時不知道 後來我拿的時候一看 是Limova的 我就眼睛亮了一下 怎麼有這麼好的東西 那打開一看 裡面的東西還不錯喔 這個我不需要 這個不是 後來 後來 後來我就跟那個空姐講說 這樣子喔 我可不可以 蛤 你怎麼會 不是 我心裡面想既然有的話 為什麼不多要一個 有什麼關係 空姐跟我講說 趙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每一個飛機 的商務艙的旅客 所以我就想那算一算 我回來的話還是有啊 對啊 所以我就連我老婆 我們總共就拿了四個回來 這個東西其實滿好用 因為之後拿回來以後 我就可以裝一些像剛剛這個 充電器啊 或是放一些什麼 小的東西啊 化妝品什麼 謝謝趙哥 不是 小禎姐 趙哥的是綠色的 那個金色的是我的 這個很好看耶 對 這個很搶手 對啊 這個你們 光你們發出來之後 整個每個人都瘋狂耶 對 我還有朋友為了要拿這個去做 那個長城的商務商 要做 我是非LH 但我不知道好像非內地沒有 我有去搜尋 然後網路上有賣1200 然後1400的都有 原來真的比我價值我家好多耶 怎麼辦 因為 你已經到我家來了 我也有 好幾個航空公司都有 德國漢莎航空也有 卡達也有 然後顏色都不一樣 也是跟他們合作的嗎 對啊 然後就顏色都不一樣 有銀色的有黃色的 然後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都很欣賞你 你知道嗎 對 我也 神偷 在幹嘛 我在交朋友啊 楚大哥我每個顏色都想蒐集一個 真的 我真的在今天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有人要這個東西 要 這個好搶手 很好用 所以它非常好用 所以其他的航空公司 其實也有就是 也有 而且他們都有跟不同的知名品牌 合作 所以現在競爭也滿激烈 可是我覺得那個盒子還不錯 裡面的東西都很普通 所以 這個見識太少了 我都不曉得 別這樣說 我們是朋友了 現在 對啊 好朋友呢 我記得我大概是十六歲的時候 要去美國那個念書吧 念高中 所以從巴西飛到美國要差不多 九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想說 好 我第一次這樣子一個人旅行 我旁邊坐的人是一個先生 我記得他大概是十十歲到五十歲左右的 我怕跟他是沒有什麼話題可以講 就是說飛那麼久時間 最少要一個人可以講話吧 就跟他開始聊 還滿正常的還不錯 可是那個飛機開始慢慢移動的時候 他就開始緊張 我說你還好嗎 他說我還好 可是很明顯不好 然後那個飛機真的 騎飛呢 不到一秒鐘突了 我說Oh my God 我就幫他拿那個袋子 然後給他就是 你還好嗎 我說我真的很怕飛很怕飛 我說Oh 你要我叫孔爵嗎 不用不用我現在好很多 我說OK 好 不到一個小時 又吐了第二次 鬆餐的時候吃完 又吐了第三次 好會吐喔 你知道嗎 他會不會是他害喜他不知道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可是男生耶 我跟你講最可怕是什麼 是我睡著了吧 我現在在休息 就聽到那個聲音 他是吐在我的血之上耶 到那時候是真的鎖不了 可是我不敢跟那個先生 打體系對不對 因為打體系不舒服 不是他的問題 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他沒有嫌疑嗎 蛤 他沒有覺得抱歉或怎麼樣嗎 沒有辦法就是真的不舒服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偷偷假裝要去上廁所 然後跟那個空姐去討論說 我是真的受不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那個空姐看得我 就是真的很緊張的感覺 他說可以擺脫你 幫我換任何位置嗎 他說好我就會幫你看一下 你先換你自己的位置 我說好我就會在我自己的位置 差不多十分鐘 然後他跟我偷偷講 你可以出來 你不要跟其他人講 可是 因為Economy Class的位置 全部客滿了 可是我剛剛找到了一個 Business Class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先在那邊休息 然後等到我們快要到美國的時候 我先叫你起來 你就回到你自己的位置 可以嗎 我說可以 我就馬上是 你不能這樣子 你要說 蛤 哪有 我真的很喜歡我自己的位置 但好吧 金斧頭贏斧頭嗎 因為我是真的太開心了 我就馬上回到那我的東西 就是 直接換到那個 Business Class 你下次就叫Stanzy 吐在你臉上啊 我是有那個這個 中華航空的金髮 對 超好用 你去哪裡做的啊 怎麼哪裡做 拿來給我的啊 請問這有什麼好處 他炒出超多 超好用喔 第一個 就是 基本上就是那個電池的時候 就是通常那個 我可以直接 排隊在那個 Economy Class 不是Economy Class 另外一個那個 雙互航 對那邊 所以就是不用排隊 然後很快就是我可以進去 然後呢 通常是20關 快速通關還是什麼 不是 就是說比如說 比如說我之前去以色列 他是買團體票 就是買經濟艙的票嘛 你就沒辦法自己個人升等 自己升等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是買經濟艙的票嘛 那經濟艙的票 可是每次經濟艙都大排長龍 但是如果我是買經濟艙的票 但我有金卡 我可以走金卡 跟商務艙那一個通道 我就不用排隊 而且我可以帶著 通常是20公斤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可以帶30公斤 多10公斤啦 對 然後台灣機場的那個 中華航空的休息室是非常的舒服 真的很大 然後就是有點像Buffet一樣 然後裡面的酒啊什麼什麼 還牛肉麵可以吃 對 牛肉麵很好吃 香港的也是 真的很好吃 但是 最厲害的不是這些喔 我每次比如說 從福岡回來 那 福岡的那個休息室 因為是 那個 很多航空公司一起的 不是中華航空的 所以其實 不是 我覺得沒那麼好 但是呢 這個東西 Check-in的時候 他給我一張紙 就是 滾出去 沒有 那個 VIP貴賓是使用的卡 如果 如果我沒有時間 有沒有 沒有時間的話 對 他其實也不一定 沒有時間 他 Check-in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說 你為什麼被乾冰噴到有點頭暈啊 他就會問你說 你 現在臉色應該很白齁 你要 然後你就坐這裡 他就會問你說 請問你要VIP的券 還是你要 變成好像一千塊 還多少錢的日幣 看地方 像我的九州那邊 宮崎機場的話 只有一千塊日幣 但是福岡的話兩千塊 然後呢 就比如說 有人是拜託我 怕那個 三四小兩個也是 拜託買那個鹽嘛 對不對 然後我記得 那個也是 兩千七百塊日幣 然後 我用這個 那個券是兩千塊嘛 所以就是 我只有付兩千塊 然後回來台灣 剛剛小燕哥要三千七 所以你賺了他三千塊對不對 其實我們金卡 跟翡翠卡都有 這種是 這種甜點 欸 真的 不過我覺得把里程 放在同一個航空公司 我覺得是有好處的 像我比如說每一年 同樣一個航空公司 像我打聯合航空公司 每一年 至少打十萬 你打聯合航空公司 對 而且我沒有被拖出去過 好幸運喔 因為 我也有金卡 但是我的金卡是十萬里 一般的金卡是五萬里 所以是兩倍的金卡 所以它有一個福利就是 你一年就可以有 六次的升等券 而且 所以今天你如果 就只是到日本 一下就用掉 可是你也可以 環遊世界一圈 這樣也算一張 所以你等於一年就有六趟 比如說我如果要去巴西 或者我要去美國東岸 好棒喔 那個都是十八個小時 到二十幾個小時 這也專是一次 那有沒有一個房子 被拖下來的那個呢 沒有它基本上 它只要你有一定的 你是老客人 它基本上都會對你非常的可氣 然後 你有很多免費升等的機會 那 就算像剛才我們說 他要升 誰先升等 他一定會先升他的會員 那可是如果 我自己不是會員的話 我自己就會用一個小技巧 就是 大家很多時候都覺得 搭飛機要穿得舒服一點啊 穿個睡褲什麼的 對 但是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你要穿西裝去 要看起來就像商務客人 兩個Ju-Ju Ju-Ju一個就好了 真的 然後要穿襪子 不好意思 你擋到我鏡頭了 要穿襪子啦 所以 你去Check in的時候 他就會 他其實會 他如果需要升等客人的話 他會升等 看起來比較體面 看起來像商務客人的人 他才不會被其他的 付錢買商務艙的人抱怨 那如果說看起來 兇神惡煞 穿了一件綠色Polo衫 那這樣會怎麼辦 不是 什麼叫直接買商務艙 我們穿這樣子哪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認為 航空公司他一定會有什麼設定 反正老師有錢 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是 我覺得我們是因為他認得 但是一般的人 其實他可能還是要穿著體面一點 一般如果要免費升等的話 要穿著體面一點 對 你確定這樣穿他就幫你升等嗎 這是一個不成文的慣例 有機會 其實 不成文的慣例 是喔 我們比較傳統來講 一個不成文的慣例 他應該不會想要 會又就是生一個會想鬧事的 長得真正 或者是穿假腳脫啊 穿短褲啊 如果請他客人就覺得 是吧 但我發現其實一個人旅行的時候 也很容易被升等耶 有一次就是我 真的有升天的感覺 真的啦 那時候就是我check in之後 我也不曉得 我就沒有多看 然後小姐也沒跟我多說什麼 後來我是到飛機上的時候 我就拿那個票給他看說 那這個要往哪裡走 結果他就把我帶到商務艙去耶 我想說 蛤 我怎麼會買經濟艙的票 怎麼變成商務艙 然後我說你確定嗎 他就說對就是這裡 然後他就請我坐下來 可是你知道我那時候有點做賊心虛的感覺 我就想說 到底現在是要告訴他 實情好 還是我就繼續裝作不知道繼續做下去 然後我就一直在觀察周圍的人 到底有沒有人碰到跟我一樣的情形 我跟你講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休息到 我都一直在觀察說 會不會有人就是來然後跟我說 小姐你做錯位子 然後還有比如說在旺季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因為他航空公司會超賣 那那個時候你就要先做一點功課 因為你在飛機上 你在之前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跟航空公司談條件 說我如果志願放棄 但是你把我換到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 商務艙或頭等艙的話 稍微晚一兩個小時沒有關係 但是我同一天到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免費生了 像之前聯航發生的那個事情 他超賣其實實際上有很多眾說紛圓 那時候實際上 他可以在飛機上跟他勾學 就是直接拿現金嘛對不對 其實在這個之前 你就可以先到那個櫃台跟他說 你要有超賣的話 你是不是有一個後補名單 我願意志願把我的名字 放在後補名單上面 但是你要把我升等到下一個班機 但是而且我那個 延誤不可以超過兩個小時 他們就會減少這個麻煩 可是你是在登機前就知道 所以你可以去櫃台 可是那一天那個情況是 他已經上飛機才被通知是 但是如果你有會員的話 他一定就不會挑你 他會挑不是會員 也不可能挑有金卡的 所以大家也要知道說 如果沒有會員沒有金卡 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跟他 對 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事前就跟他討價還價 因為這樣他就減少 然後後面那個很難看的情形發生 喔 了解 而且延誤如果超過兩個小時的話 航空公司本來就應該要支付這個 延誤的一個 像是酒店啊 然後餐旅費 這上面的費用 他價錢也可以一直喊上去 是的 有耶 我那時候搭阿聯酋航空去 轉機的時候 他們就是延誤 然後他就提供了我們一個 非常棒的五星級飯店 在機場附近嗎 一小段距離 我們那時候是去 那個杜拜轉機 對 然後他就延誤了飛機 然後他就載我們 而且有鑽車喔 他就載我們去 然後那一天是很晚的搬機 可是我們進去 就立刻要睡覺 因為隔天很早就要起床 就是大概這種九點多到 然後隔天早上五點要出發 那一早的狀況 然後就開了一小段路 大概十五分鐘到飯店 那飯店好漂亮喔 他就安排你免費讓你住這樣子 我還有談過有一個 他是通常會給底用券 他說那我折多少錢 他一直喊價上去 可是到七百五的時候 那時候我舉手我說 可是我要現金 我不要折 我不要抵用券 因為我很少搭 這一個航空公司的班機 所以拿現金比較實在 他就想了一想 就說好 現金 所以其實那是可以貪的 我最怕是遇到什麼 小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喔 不是不是小朋友的問題 是有一些 小朋友的父母很瞎 就超瞎的 就是我有一隻坐飛機 剛好我後面 有兩個小朋友 然後好吧 飛機還沒有起飛 他們就已經開始打電動 然後不小心會一直踢腳 就會一直踢我的椅子 然後就很可氣 往後看到那個父母就說 不好意思 他們一直推我 我的椅子 然後說喔 然後他們就是 你不要打擾人家啦 可是小孩子根本是不聽話 就是不到十分鐘 他們也踢得很兇 我說好煩耶 他們真的踢得很可怕 那些咚咚咚咚咚咚 因為已經踢到你的頭上了 踩一點踢我的頭上 然後我是真的很不爽 就往後看 我說欸 你們到底要不要緩位子 就變成怎麼做 我前面 我說我在後面幫你提啊 然後又這個 唉唷 又吃鬼 你真的這樣跟他講 沒有 我是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說不要 我不要換 我說我就直接叫孔姐來 呼鈴 就鈴鈴鈴 然後那個人就來了 我是真的很生氣 你懂嗎 可是我沒有對孔姐 生氣 我是跟孔姐說欸 這個兩個人 我已經付了機票 他也付了機票 可是我是被提 他沒有被提 公平嗎 我覺得真的要換位子 所以你別的不要 你就是要踢回來 對 要最 不過怎麼說 我覺得真的很受不了 因為那個小孩子 真的不聽他爸媽的話 然後一直踢 踢 踢 然後來孔姐說 好吧 我就會幫你處理一下 就直接幫我換到 飛機的另外一邊 會死掉 好 好 身高180以上的人 都會應該跟我一樣吧 就是 最好的位置 就是那個緊急出口牌 那邊 腳可以伸直 還是那個 空姐的對面啊 因為就可以 可以展開腿 就可以就是 可以就很舒服啊 所以每次我上飛機 就一定要就是 我看那個位置有沒有人 沒有人的話 就問空姐 欸 可不可以換位子啊 因為如果他們說 OK的話 那我就可以直接過去啊 就很棒啊 就像以前我搭飛機的時候 他也會說欸 那你要不要直接換到前面 腿伸開會比較舒服 喔 如果有空位的情況下 有空位的情況下 那你就沒這麼困擾嗎 沒有啊 我腿很長啊 我忘記這件事喔 你多高我忘記啊 沒有沒有 這是 只要的是 只要的是 腿長因為比例好 對 因為我很累嘛 所以我通常就是說 那個 坐下來的時候 我就 對 每次睡著 腳打太開 對 但是 我自然的開啊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每次呢 如果是 坐在後面的位置的話 就是因為空姐推東西嘛 我腸長 很痛 打到腳 打到腳 那他不撞 你這種人要撞誰 對啊 你妨礙讓他走到咧 我喜歡坐在後面 很多人不喜歡坐後面耶 對啊 因為想說要出來 要進去都很遠嘛 走很遠 對 但是因為大家喜歡坐前面 對不對 對 所以因為坐後面沒有人 所以我就坐在那邊 所以常常我旁邊就沒有人 你可以躺下來 不是對 有的時候三個位置都沒有人 所以我可以躺下來是 那邊很舒服 可以睡覺 真的很舒服 他好難得喔 喜歡後面的位置 所以後面空屋位的機率 比較高嘛 對不對 可以躺 他如果是經濟艙的話 基本上 三四個座位 就把那個扶手 打開以後就整個人躺了 我從飲色列回來的時候 飛12個小時 我也是啊 立刻看到最後一排沒人 我立刻鑽到後面 三個沒位 沒有人 我就躺下來 如果沒有客滿的話 可是為什麼我很羨慕你們 因為你看 那你就把 腿太長還是會脫出來 或者是你把窗子打開啊 就可以伸進去啊 直接躺 在那邊吃膀上嘛 對啊 多長啊 所以如果有空位的話 你們是不介意乘客 可以去後面躺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機上都有空位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 讓乘客自由去選坐的 那有一些些航空公司 在後來 他們會做一些些調整 他們希望乘客還是 坐在屬於自己的位置這樣 那他們的理由是因為 裝載平衡 其實我們有看過 不然會有 是這樣 真假的啊 不過其實有一個 澳洲航空公司很厲害 他就看到這個商機 他說雖然我的飛機坐不滿 可是很多人會想要橫躺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 我就再幫你加一個 像床墊一樣的東西 把那個走道也擋起來 然後這樣 四個人的位置 就可以睡兩個人 比如說你們兩個人一起去 然後比如說是一對情侶 你們就可以一起睡四個人的位置 而且是不安的 那這樣你只要付兩個人的錢 那你可以睡四個人的位置 喔 真的喔 這也是大商機耶 所以他也不會做生意 我還有另外一個秘密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前面中間 後面沒關係 要看哪個飛機 從哪一個地方出餐 出吃的 出吃的 就是從哪一個口 那個空姐會推那個餐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上飛機的時候 我是喜歡吃東西吧 是 我喜歡吃東西 可是我發現你如果是 坐在最遠的地方 假設說 這邊是空姐出餐的時候 然後你是坐在這裡 空姐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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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走到這裡 最後一個才給你 不是 你可以拿你的便當對不對 可是你要拿第二個就很難 因為他一定會跟你說 我還沒有送給其他的客人 可是我 如果是空姐從這裡走 然後我是坐在這裡 好處是什麼 我可以拿第一個便當 然後就可以慢慢吃 他就可以往前走 往前回來的時候 幾乎還有便當 我就可以拿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真的 他一定會給你 吃好多 吃太多 有這麼好吃嗎 有這麼好吃嗎 有的人喜歡啊 對 我記得很清楚 有的人很厭惡飛機餐 但他喜歡嘛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啊 但我想問一問你 有時候真的有些人 在飛機上吃不飽 我們是可以再要另外一個餐盒嗎 像他這樣的 基本上我們一個乘客 只有配一份餐 對 我聽說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他們發現 把所有便當送給所有客人 還留下來 他們還是會 有多的的話 那通常呢 我們沒有客滿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會多準備一些餐 或者是我們主員也有餐 我們就會讓 體型比較高大的客人啊 或是比較年輕的客人 我們就會提供他第二份餐 或是餐包 那他會不會吃掉你們工作人員的餐 那我們工作人員可以 我們可以先放棄 工作人員的餐是一起的嗎 還是分開的啊 對 我們會 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是一起的 所以你可能吃了別人 所以你吃的都是空間 沒有 我覺得可能有些 航空公司比較大方吧 我記得我2014回巴西 我吃了四餐耶 你誇張你 真的耶 是八個小時飛去的那個很遠 他要把那個機票錢吃回來 對 那有得吃了 其實我覺得這種 選位置真的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想說 靠床庫是最好的嘛 對 因為那邊就可以躺著靠床這樣子嘛 然後就沒有人吵啊 或什麼 可是我發現那邊另外一個 這不好的是說 因為我有一次啊 就是我坐在 就是靠床鋪的旁邊嘛 所以我在這邊 然後床鋪那邊 那邊的人 他的旁觀無力 一直都要起來 一直上廁所 一直跟你借過 一直都要借過 不是去尿納 那就是要去走一走啊 就是那個生著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一直在 所以我就是很麻煩 那因為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沒辦法 因為我是很不喜歡就是 麻煩別人啊 然後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坐在那邊 我會扁 就扁扁扁 當真的就需要才會這樣 而且你腿那麼長 而且如果他睡著了怎麼辦 還要叫他起來 要什麼 你腿那麼長 你再怎麼說他還是會弄到你 對一定的嘛 不是你腿那麼長你跨就跨過去了啊 他睡覺了 你知道那邊有多窄嗎 我連動腳都沒辦法動啊 對啊 所以真的這種坐位子真的很難啊 這一趴大家一定要仔細聽 重點來囉 重點來囉 搶機票 不管是搶到好的機票便宜的機票 到底大家有什麼好的方式 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我有 就是其實是台灣朋友跟我說 可是我會用Google Flight 有Skip 就是很多網站 真的網路上就有很多特價優惠 就可以看 就Google Flight Skip Lag 其實有一個Facebook的網頁叫做 台灣廉價航空福利社吧 應該是這樣說 然後 所以我真的 那邊的特價就很誇張 就我朋友他真的每天都會看那個 看有沒有什麼優惠 還有不只會看台灣的 他也會看香港 會關注香港看有沒有什麼特價 因為飛過去香港就沒有那麼貴吧 很便宜 所以從香港去英國還是什麼 還是可以省錢 可是真的很便宜 有一次我朋友問我 他打電話給我說 你要不要去東京 然後我說 去東京 不是飛機票不是要 可能一萬塊以上吧 可能到一萬五吧 一萬五吧 對一萬五吧 然後所以他說沒有 這個今天有優惠 你只要來回三千八 我聽到三千八 怎麼可能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說那我一定要去啊 對啊 就三千八太誇張吧 現實搶購這一種啦 現在旅行是很多這一種 然後還有很多台灣的比價網 然後聯航現在不是很夯嗎 有一個是全部聯航的比價網 所以你就不用一個網站 一個網站去看 你只要點進去搜尋 然後他就會所有全部的航空公司 都給你看 然後看怎麼配這樣子 是跟我用的是一樣的嗎 哪一個 是方態 不是我是用那個 sky scanner 對 因為我有一個peble 就是 但我只能說一次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我說了之後大家都學我 就是 有什麼關係 你前面已經說了那麼多 不該說的 有一個peble 就是 但我只能說一次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我說了之後大家都學我 就是 有什麼關係 你前面已經說了那麼多 不該說的了 不行啦 這個是有關那個買機票的權益的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我follow到了一個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 他是會把各家的就是 聯航的機票都會出現在這個上面 他等於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那你就可以去看什麼時間 然後想要去哪裡 把那些選出來之後 他就會跑出來 但是其實他們 譬如說 他 某一家航空公司好了 他會說他在這三天 他要釋放出一百張的 非常便宜的票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在第一天想說 大家一定要趕快去搶才能搶得到 搶掉 所以都會在第一天的時候 趕快去搶 可是那時候就會發生很多狀況 第一個 你搶不到 第二個是你可能 因為太多人了 所以整個網站 他其實都會當掉的 你是買不到任何的 而且如果你手腳沒有人家快的話 是不可能的 所以 其實 因為這一百張的票 他不是在同一時間 把它全部放上去 他是會慢慢慢慢的分三天 然後在一些很奇怪 很奇怪的時間釋放出來 譬如說半夜三點二十分 對 或者是凌晨 或者是那種 一兩點的時候我有買到 有一次去東京的 我買到了是兩千二 然後有一次 我去北海道的 好便宜喔 超便宜的 但是這個在第一時間 你可能搶不到 你就是要隨時 你可能半夜睡不著覺或失眠 或你真的那天很早起的時候 你上去 真的有可能可以買得到 盛兄兄有類似的資訊嗎 其實有一個網站 是他們有大家要付費的 那他裡面就會 大家就會互相通報說 有一個電腦出錯 或有一個錯誤的價格 或這個價錢低得不合理 但是他如果告訴大家 那航空公司就會趕快改正 所以他只有讓大家付費的 這些會員裡面大家知道 大家就趕快去訂 那只要在他電腦還沒有抓到之前 不管訂到多少錢 全部他都必須要按照那個合約 因為他的確你在網上交易成功 可是這個錯誤很少會出現嗎 因為航班的 因為他的系統 因為你想想看 有幾十萬個航班 然後可能有些是在明年 也在後年 有時候小數點就會差兩個點 比如說今天本來是 三千塊美金的飛機 他小數點移了兩錯 就移了兩點就變三十塊美金 對啊 那所以你就用 大概只有台幣一千塊的價錢 買了大概十萬塊的機票 我有時候看到這種 我都很怕說點進去之後 我訂了 會不會他又跟我收原價 不會 如果他你已經訂了成功了 他是必須要 一定要讓你做的 除非他要跟你 除非他也跟你討價還價 他要另外跟你聯絡說 我如果給你多少錢 你不要做可不可以 哇 他又可以賺一筆耶 對啊 好久 如果你要網路頂票 就 禮拜二禮拜三價格最便宜的 禮拜二禮拜三 是每一家嗎 這是真的 因為有一次我記得 要去倫敦 我還有時間我不急 差不多兩個月或是三個月前 所以就開始看票 他算是找鳥了啦 找鳥票 可是不要太早了 差不多我覺得六個禮拜到十個禮拜 是最好的時間 所以我每天開始看價格 所以我看了禮拜二很低 然後禮拜三的價格 開始增加一點點 禮拜四增加一點 所以到禮拜天每天會增加 之後從禮拜天到禮拜二開始低了 然後禮拜二最便宜的 因為我平常去倫敦 價格差不多三萬塊來回 那個時候禮拜二二兩萬五 我就馬上買了 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現在就每次要訂票的時候 就先禮拜一禮拜三 可是他那種找鳥票 也就是限那種冷門時段 因為像如果我們永遠是訂暑假 跟寒假的 你再怎麼早訂他都是一樣價格 對 對啊 所以他就是屬於這個冷門階段的 可以這樣訂 所以他這個講的是真的嗎 其實我們除了寒暑假 或者是Christmas New Year 就是一個特別的時段 那麼我們其實 以航空公司來講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第一季結束 我們所謂第一季就是一二三月 那第一季結束 假設我四月份我要到北京 那麼我大約是四月六號起飛的航班 或是一直到五月六月份的這個 都還沒有漲價錢的這個票 我最好在三月底前 我就完成開票的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三月底 以前我沒有完成開票 三月底之後 四月開始 這個漲幅就高達一成到兩成 有 我這次買舊金山的票 他就跟我講說在 譬如說三月份 三月幾號以前要買 要不然他的價錢是漲快一倍耶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立刻刷了這個錢 對啊 那為什麼他會現在暑假的 暑假的票他現在也可以買啊 應該我們是這樣子說 我航空公司有他的成本上面的一個管控跟考量 所以說他在這個第一季之後 這個時間他會做一個小小的調幅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還是要跟 就是有一個合作熟悉的旅行社 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一直去盯這些東西的話 那這個旅行社 像我自己配合的旅行社他就很好 他就是有時候會 所以我在他身上 拜託他有什麼優惠他就會跟我講 就告訴你 因為有一次他剛好碰到 某一家航空公司在促銷 一個長程的票 比如說從台北飛 美國或是飛哪裡 就是那種很長程的票 配一個短程的票 加起來大概商務艙十幾萬而已 兩成喔 就是你要配一個長程一個短程這樣 然後他的限時 不到不到十幾萬 六萬多塊 然後他的限時只有五天 他放上網只有五天的時間讓你決定 那剛好我們如果有碰到這個日期了 已經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站那邊 欸你想 我從 很便宜耶 超便宜 而且他不是說限定地點喔 他還可以讓你選 喔 但是他 但是他上去他也不會 他就是默默的PO上去 你要有剛剛好看到 跟那五天之內可以做決定 你就可以去剪這片這樣 喔 所以有時候那個航空公司的網站也 啥不可惜要上去看一下 尋一下 對 這樣子的一個優惠的票數 我們要特別注意 不要隨意的更動行程 會罰金 隨意的更動行程的話 會負大量的罰金 他是賺後面的這一票 對 所以除非你真的很確定 真的確定了啦 對啊 還有你知道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說了 如果兩個人要一起去旅行 不要一起買票 蛤 就分開買啊 兩個人一起去分開買票 因為你訂票的時候 你會選兩個人對不對 然後分開名字 然後他們就寫total是多少 就這樣 所以說你要買一個一個 他講的是真的嗎 怎麼可能會這樣呢 又是電腦出錯了嗎 我聽說這樣子是因為 如果他們只有剩下一票 有特價 那如果你可以買第一個票是特價 第二個票是正常的價錢 可是如果你說要買兩個 那他們就會給你正常的價錢 所以就會貴一點 他其實平常如果說很多人 大家都在查那個網站 比如說 他現在你的電腦沒有關 所以就感覺上 有好幾個人隨時都在關注 同樣這個票價 電腦就會覺得 現在很多人想買這個時間 這個搬機 價錢就會調整 他電腦就自動會設定 可是今天 你如果把它關起來 換成另外一個網站 換成另外一個伺服器 那或者是重新登入的話 價錢又會回到原本 沒有人潮的時候 那你如果一直更新 一直更新 就表示你很想要這個價錢 所以電腦不只會減土豆 他還會知道你的心聲耶 真的耶 這個叫做Dynamic Pricing 就是他們現在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 才可以把他們售價極大化 你就越看價錢一直增加 你就覺得很緊張 再不買搞不好又會更貴 對耶 這樣也不對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分享 我覺得像我如果趁早 我想到說接下來我一年 比如說我會從台灣 反正我要去英國 我會去美國我會去巴西 既定行程都有了 那既定行程有了 那我就先買一張巴西來回機票 但是中間有經過歐洲跟美國 那只要有轉機的話 像這種很長 大家就不想要做 大家會盡量想要直飛的 那所以它的價錢 航空公司就會把它壓得很低 所以雖然其實我單獨每一段買 可能都要兩萬五千塊 那我去這幾個地方 加起來大概就要十萬塊 可是它全部的價錢 你直接買 它就只要兩萬五千塊 因為沒有人要買 因為其他航空公司有直飛的 那可是實際上它有效期限一年 我就分開做 那所以 只要你記得 那所以你買的票都是 不是直飛的 可是都是 中間轉機點 都是你本來就要去的地方 就會非常非常划算 了解 我已經來台灣八年吧 那一開始我妹妹從巴西飛到台灣 她都是從巴西的網站 是巴西的旅行社去頂票 那我媽媽從台灣要回巴西 一樣 可能從台灣的旅行社 還是從台灣的那些網站去頂票 可是我們只意外 發現另外一個方式 給她更便宜的票 這麼說呢 有一次我們沒有回台灣 然後她跟我說 我一樣這個價錢最近在巴西都好貴 為什麼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只好奇 我就猜一下 好像有耶 對 我妹妹那時候要從巴西來回 巴西台灣台灣巴西來回 要差不多7萬台幣 便宜了2萬 我說哇 這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剛好換成我要去巴西 2014的時候 我在台灣一直看台灣的旅行社 看台灣的網站 一直看那個價錢 好奇 巴西那邊 我妹妹幫我訂一票 從巴西就是 台灣巴西巴西台灣 是不是會比較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很有趣的 這真的很奇怪啊 因為我朋友他們從北京要回來 對 回到台灣 從北京訂貴喔 可是如果從台北的旅行社 幫他訂的話便宜很多耶 這個很有趣是不是 就是 可是你還要注意 你如果現在有什麼朋友 在另外一個國家 我覺得這可以問一下 就是你的朋友 幫你在鄧地的那個國家 幫你買票 所以如果比如說 比較便宜 我要去日本的話 我可以拜託夢多 在日本幫我訂票 會比較便宜 那夢多如果要回來台灣 然後我們幫他訂票 訂去菲律賓 沒有 訂錯了啦 不是 真的有這個事嗎 施行兄 有 可是有一些航空公司 他就禁止這樣子 他就說你必須要在你的出發地買票 所以以前可以 但是後來好像慢慢很多航空公司 就不讓人家這樣做了 這個信用卡的點數也很好用 就是累積里程數很好用 你要善用這些里程數 因為有時候你可以只買 比如說單程的 不是單程的 就比如說買經濟艙 或豪華經濟艙 然後升等成商務艙 升等你就可以用你平常的 這個累積的里程數 都可以好好的運用 是 那今天也學到真的很多 可是出國呢 要挑這些便宜 占這些便宜 真的要做功課 對啦 那以上的資訊給大家做參考 你呢 上飛機呢 搞不好 好寶寶 幸運的事情就來找你了 我可以做風寶寶嗎 風寶寶不行 你憑什麼 你只能做好寶寶 好寶寶 你只能做你的漢寶神通 好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嘗下集見 拜拜